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这几个继续 完成验证码类 好吧 我们看一下验证码类还差什么功能 是不是差输出在上面画字符串和设置干扰元素 对吧 那我们先来在验证码的背景上画上这个字符 一共四个字符咱们得要一起画的话就不太好看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样 直接如果用 直接如果用imagine stint 对不对 用这个如果一起画 比如说第一个是资源img 第二个字体 比如说四号字体 对吧 然后从零零开始 画什么字符呢 画上这个咱们字符是CODE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然后颜色 然后颜色 我们做一个颜色 我们做一个变量 Color 看 试着颜色 假如说我这块就不是浅色的吧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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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块画上这个 按这个颜色去画 如果直接已画字符串的话 那这个背景如果很大的话字都是放在一起的 对吧 来 我们试一下 来 我们试一下 从 你迈着字符串 我在这地方 怎么的 这里边没有调用画上字体的 刀佛 这一次里边 调用这个 画字体out 是不是对吧 字体调用才可以 我们看一下 看到了吗 字符都放在一起比较难看 对不对 对吧 所以我们这块要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画 才能好看一些 这块我们可以给上默认值宽度 比如说默认80 默认25 20 然后默认4 这个地方我们加上了 对吧 宽度高度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改名宽度高度 这个字体还是挨在一起的 比较难看的这样 所以呢 我们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画 那我们就需要写个循环 小鱼 $z 里边 是不是有个数啊 num$i++ 这是循环往上画字体 但是我们画就不能画什么 就不能画单个的这个了 我们要CHR 什么 是不是画单个字符啊 你MHX 然后颜色呢 因为背景也有颜色 字体也有颜色 字体它显示的不是那么明显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背景且字体加深 那迎到130或者128 都可以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让它在深色方面内变化这个字体 128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字体如果都这么画 都从00开始 那四个字符 这话我们就得用DWF谁吧 DWFi了 是不是 取一个字符 对吧 那四个字体呢 会螺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 是不螺在一起吧 看上去像特殊字符一样 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字体怎么的 0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换成一个X位 对吧 见量 DWFx等于 我们该怎么画呢 让它离开一点 S等于3 那这样的话你看 它就不是在最边上了 你看 现在是不是还在最边 是不是有一点空了 对不对 那每个字体是不是还螺在一起呢 怎么办呢 我让每个字体整个的宽 整个的宽度一共放几个字符 我们就要整平均一样才占多少个宽度 对吧 所以呢 加上整个宽度是多少 是不是这次里边的 WITE 是不是这宽度 个数多少 AUM 是不是这是每一个的宽度 每一个宽度乘以DWFi 那第一个字符I等于0的话 就是3 对不对 第二字符宽度比如说是20 那就是23 第三宽度就是什么 43之类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横着平均硬它 在每一个宽度 你看 是不是横开了 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验证码就有了 对吧 然后高度 如果你高度是很高的话 它都是从0开始显示 那么也不套看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能不能让高度随机 或者字体大小也随机 可以 比如说我们字体 字体也别太小 对不对 FNT字体的尺寸等于RIND 我们随机上它是什么 3到5 对吧 就345三个值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这个4就可以改成什么 FundSide 对吧 这是字体大小 字体大小 对吧 那这个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水平位置 对吧 下面就是画每个字符 画出每个字符 那有水平位置 那这个位置 高度 垂直位置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 那垂直位置咱们就是 刀子复乖 行吗 对 那垂直位置 我们得知道每个字体大小 才值得自己自己高度 做得到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系统里边其实有个函数 叫image fount size 找一下 image imagefount 高度 看到这个了吗 或许自己高度 然后只要传自己 它就值得哪个自己的高度做得到 嗯 然后我们要的随机的位置是什么呢 这个 $y等于使用ind随机位置让它从零开始 然后随机的高度 只要传自己高度就行 对不对 fnt3 是不是自己尺寸 这样的话 有了自己高度 它就临时在这高度 0到高度之间随机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字符现在 看 是不是上下的位置 好像高度太高了吧 对吧 可以再减几 5号字的时候比较大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再减几 对不对 比如说减3吧 大概可以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设置的什么 嗯 字体输出在图片上对不对 嗯 那有了字体输出 我们是不是得设置干扰元素啊 如果就是这个字体 如果别人用一些工具的话 软件的话 也能从上面抓去字符 嗯 如果有干扰元素 是不是就好一些啊 那干扰元素呢 咱们做两部分 一个呢是 嗯 加上什么 点数 加上点 对不对 一个是 加 线条 可以吧 嗯 那点是比较好画的 比如说随机画200个点 或者是300个点 这个东西 对不对 咱就固定个数吧 循环$5等于点 $5小于比如说100个点 看这个情况 这个点的数量是多少 也可以用一个够的方法去设置 嗯 好吧 然后$5加加 对吧 那每个点 是不是都有随机颜色啊 嗯 那我们 把这个颜色 复制过来 我们每个干扰元素 点都要随机颜色 随机颜色 这样的什么颜色都可以 对不对 255可以吧 255 这颜色 那画点是不是就画单个像素啊 嗯 那系统里边也会有一个啊 系统函数 找一下 单点像素 是 哪个呢 画点的 单个像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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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哪个比较多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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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画单一个像素 只要有随机的位置和颜色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里边 从哪开始画的 在这个像素上 IMG上 然后呢 嗯 第二个是坐标吧 坐标 坐标 对不对 坐标呢 叫那是IND 怎么的 从0到$Z4里边的 什么 宽度 但是从0到宽度 会有一个问题 0是不是边框了 宽度-1是不是边框了 所以这块 咱们尽量是什么 从1开始 边框上别画点 对不对 然后宽度呢 那-1就是边框了 对不对 再-1 我们直接点什么 -2 对吧 然后呢 IND 高度也是一样的 从1开始 要$Z4里边的高度-2 别画到边框上 对不对 颜色呢 $Color 是不是可以吧 我们来试一下 上面有没有点出现 好 干扰元素 我们怎么呢 是不是也没有 在这块钓用啊 所以必须 这次里边 在这钓用干扰元素 我们才有干扰元素 看到了吗 对了 是不是里边有很多个小点子 对不对 作为干扰元素 光有点 有的时候也不太好 对不对 点太小了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画一些线条 对吧 画一些线条呢 那线条呢 不一定是直的 有可能是弯的 对不对 那弯的线条什么最好啊 是不是弧线弧度最好 对不对 那这个呢 线条就不用像点那么多 100个了 我就10个行吧 嗯 然后同样 线条的颜色 线条的颜色 我们让它跟自己颜色精神接近128 随便改一个对不对 也别让它太浅 对吧 因为线条个数少 颜色有了 那线条 我们就找一下 画弧度是哪个啊 画弧 你没有 你没有 ARC 是不是画圆活 那这里边第一个是资源 然后这块是圆心对不对 圆心位置 那圆心位置我们要它随机 对吧 然后长轴短轴呢 我们也要在随机 对不对 然后呢 角度也让它随机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这块 它参数比较多 你只要都是随机就可以了 对 第一个参数 $这也是里边的IMG 然后最后一个 是不是看着颜色啊 对吧 中间 圆心 那我们就RIND 随便一个 比如说从-10 对吧 到这个宽度 行不行 然后RIND 是-10 到这个的高度 圆心一样的位置 怎么的 大概在这个图线的范围内 对吧 稍稍超出也没关系 比如说前面复时的后面 什么加10 是不是在那个范围内 超出一点也没关系 对吧 然后 圆心位置 是不是宽度的高度啊 对不对 宽度高度呢 比如说是RIND 就比如说20 到300 随便给一个RIND 宽度呢也是 20到300 就随便让它随机一下 它的长度和短轴 对不对 比20比太小 如果太小到20太小的话 圆是不是太小啊 对不对 也就是 控制在30吧 30和300 这个短轴别太小 对不对 但是可以大一点 对吧 也别太大 太大的话它有可能变成直线了 如果你整几公里那么长 肯定麻烦 对吧 然后角度就随便写个吧 比如说55 44 从55到44之类的 对不对 钻了一大圈吧 或者44 55 来我们看一下 有问题 这块少了一个痘号 对吧 看 是不是有线条了 也不太多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 有的时候在里边或者在外边 都多有的少 对不对 还可以看清 这就足够了 那咱们验证码是不是就实现了 对不对 那以后大家再用验证码 还用反反复复写这个类吗 当然了 咱们还没优化 大家还得优化 对不对 当然你还可以把它变成中文的字符 或者其他的你想要的一个格式 对不对 记住 咱们写这个类实际上 你了解一下画图的和咱们设计类的一个算法 那自己用的话 可以再往上找一个比较好用的 或者开一项目找一个比较好用的 你喜欢哪一项拿下来 都可以作为你的验证码去使用 对吧 或者防写一个 总之有了它以后 你只要以后写验证码 怎么呢 看到这了吗 写这么几行就够了 对不对 现在比如说我这可以变得变大点 比方说120 各位 然后这块是30的高度 对吧 这块用的有六个字符 你看这都没问题 对吧 然后我们验证的时候怎么验证呢 我们这块还需要写一点 既然咱们写这块了 那验证怎么验证呢 比如说我们提交是提交给自己了 对 在这里边 对 在这里边我们要怎么的 对吧 也要开启塞神 才能够把你自己空间的代码出出来 对不对 开启塞神 然后我们保存到塞神里边的是什么 就是 哎呦 没写出没写的 这里边有写什么 COD 对不对 这里边塞神里边叫COD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块 塞神起大 开启之后 就可以在这里边 下方线 SESLN 塞神里边的 COD 就能把这个服务器的保存的取出来 然后客户端的呢 是不是这个表单提交的 也叫COD 所以我们只要判断 如果服务器保存的COD 和你提交过来的这个COD 如果是相等的 干嘛 我们就说 对吧 输入一致 输入成功 对不对 否则的话 我们这话就输出验证吧 对 输入错误 输入不对 这样就可以验证了 对不对 当然外层你如果想提交之后再做的话 再判断一下是否提交之类的 那就很比较容易了 如果想不区分大小写的比较 怎么呢 STR 2 UPPER 我们把它怎么的 一包含 是不是就不区分大小写了 2 UPPER 看 我们这样 就能保证它不区分大小写了 那我们再 当然我把验证码这个再给小一点 你要是太大的话 咱们不容易看对不对 还是四个字符吧 来 我们刷新一下 读 为定义变量靠在这个里边 但是一个注意没关系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会还没提交这个对对不对 等提交了才可以对不对 所以这会注意我们完全可以给它屏蔽掉 你看 我上来就访问 这个肯定是 我现在上来就访问这个肯定是没提交 对不对 所以这会最好将这个 如果 在 看的是谁 下方线 下方线 下方线post里边 对 do submit 如果它存在 我们才这样 才执行这个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过去 然后看不清我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换一张 你看现在有了 比如说PY 不是在这说应该在这说对不对 PYIR 对吧 不学那要写吧 登录 查看字符编码 是不是输入成功 对吧 我随便写几个 这几个字符就应该什么了 对 是不是输入不对 然后我们假如看不清换一张猜 可以怎么办 其实如果大家学过GS的话 可以在这里边写大量的GS在 比如点击图片就要换一张 怎么办 on click点击 什么 点击像这里边的 让这里边的什么src等于什么 对 等于CODE.PP 对吧 这样的话我每点一下都重新请求 于这个 但是图片是咱说过是不是有缓存 所以怎么办 后边再加上一个math.indom 随机数 这样每次点击都重新请求来这个地址 对吧 还不管存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不清换一张了 看 什么看不清换一张 点下图片 我们就可以做到了 对吧 那如果想要别人在这个地方输入的时候 就值得不确认大套写 如果大家会GS的话也可以做 大点 6 可以干嘛 直接 OK EY 键盘一抬起的时候 你键盘出现这吗 对不对 让这次里边的src 不是 这次里边的微流值等于 这次里边的微流值点 2 UPPER CSE干嘛 是不是转成大写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里边输入A O K EY A 得有键盘 抬起 对不对 刷新一张 然后我们这边比如说A 你看B C D E F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我们的方向键 在在咱们这个 嗯 我不是可以的 对不对 但是在别的浏览器 如果N方键也有键盘抬起吧 对不对 键盘抬起并不一定全设置 如果你在别的浏览器里边 键盘一抬起的话 他就重新设置这个值给他 那焦点永远在最后 你中间值错了是改不了的 所以他可以这么判断一下 如果 Z4点微流值 怎么的 不等于Z4点微流值的to UPPERCSE大写的时候 我们才重新设置 等于就不写 那我们正一讲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不懂JS的话 这会儿可以先不写 好吧 等学了JS之后 你才这么用 来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全可以了 看不清换一张就可以看清了吧 T H I Q 对吧 登录 查看字幕集 字幕集 我最好就哈 都输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输成功啊 那到这里边 我们验证码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对吧 希望大家可以将这个验证码 再优化 对吧 变成你的宝贝工具 对吧 然后只要用到验证码的时候 不用任何 动任何脑筋 几条代码就可以实现 对吧 不要反反复复的就业这个 都重新写一遍 好 谢谢大家 咱们验证码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